大马Maisajadera在冠病疫情来袭之际 成为全民抗疫工具 但英国一款类似的APP最近却引发争议 因为这款APP在过去的一周内 向超过53万人126个近距离接触者发出通知 建议他们自我隔离 导致不少人对APP甚至对抗疫政策产生怀疑 这一波海量通知也被当地媒体戏称为聘情大流行 部分受访民众坦言对APP失去信心 并将无视他所发出的隔离通知 而我偶尔逝的经济 人生本身上学习中的病情 背后遅与我受估大受讯 但是我纪尴尸几次毫日 所以我只意不及 can't isolate 我认为这种产生日子 нем通过不得有点空 主持人相亘廉 我议图ako裆幽画 或者你也可以做三次測試 所以我很分辨 了解在雙手上 隨著接獲通知 而自我隔離的人士激增 許多商店因此陷入員工短缺的窘境 而運升載道 APP背後的團隊也承諾 將會調整評估標準 減少發信量 雖然英國目前正處 另一波疫情高峰 在昨天录得单日51273宗新增病例 但或许是疫苗奏效 新增死亡病例相对较低 录得49宗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7月15号 英国已经有高达67.5%的18岁以上成人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首剂疫苗接种率更是高达87.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